各位投资朋友你们好 想要迈向股市赢家就从您开始 我是陈志玲分析师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节目 今天是2月22号星期一 贵买中心的部分是持续性的强势 收在最高点 那这个行情的部分 如果说你是我中时粉丝 我们如何从这个开放盘 一度跟大家讲说贵买的部分是这个主角 我想很多的同业分析师 一样会跟你讲这行情是他看对的 但是有没有带会实际做 这些的预告跟操作的部分 有没有拿出相关的证据来 这个才是投资朋友 你看投顾节目应该要去注意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你有先高出 才有资金去做一个集中 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操作的部分 那主流一样在这三个主轴 电动车 半导体跟5G的部分 贵买的部分为什么会强势 我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图表 你是我中时粉丝 1月6号我一样用这个图表跟你分析加权指数 我跟大家谈到说这个对称满足点你可以自己去算 贵买的部分是目前的重点 那尤其在这个周四的部分 也有这个关键的讯号 我周报跟大家分享到 输家看不懂行情 可能在指数中错的时候 周五去杀低股票 但是赢家大盘下跌的时候反而是站在买方的 你要如何敢站在买方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关键讯号 你是我赖的一个好朋友 我们在周四的节目就有讲 所以我其实也是实际上这么待会儿去做操作 在2月19号的一个星期五 好那我们去做哪些的股票布局 我在这个周报节目就有讲得非常清楚 那相关的依据呢 我也有跟投资朋友做分享 这个数据结构数据是呈现一个好转的 所以当这个数据好转的时候 胜率相对很高 我跟大家分享说这个战绩已经成熟了 你一定要好好去做一个把握 那这个是我在周报节目跟你分享 我给会员的讯息 投资朋友如果说你有看我的节目 大盘加全指数 16500点的这个对称满足点已经到了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的开高 如果你今天还去追上市的一些全值个股的话 那可能就要打屁股了 因为我已经跟大家分享到 资金的部分会开始在走这个贵买中心 那今天的行情你看到说 假设你有看我周报的节目16500点 那今天指数靠近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适不适合去追股票 那你看到右边这个图表 它是贵买中心的走势 涨了接近3%左右 提前预告还要进场做到 那这个贵买中心我们在2月17号星期三开红盘 跟大家分享到主角会换贵买 我跟大家分享说贵买的部分是有空间 隔天18号星期四我跟大家分享到有关键的讯号 而且我直接告诉投资朋友 贵买还要再涨一层 那一样是这个图表 1月6号我讲加全指数 8523涨到7月底这一段 13000点这个地方刚好涨了4500点 整理之后从12000你加4500点上去 刚好是对称满足的地方 然后我在周报的节目也跟你公布答案 贵买中心的一个相关的看法 包括加全指数的部分 可能会呈现一个整理 我提到说贵买会由哪个族群去做主攻 我也直接跟你点名了 是富贵50的一个成分股 缩小范围之后 我告诉你环球金今天是拿涨停的 相关的原因我在周报跟你做一个分享 我提到全球的半导体都要走向自己制造 周六的节目是不是跟投资朋友做分享 环球金的操作设定 我会放在会员专区里面 那跟大家做分享完之后 今天的环球金是拉上涨停板的 在我们的投资名单里面 已经有精选了富贵50的一些股票 那都在我们的一个会员专区里面的一个操作设定 还没有订阅关注我频道的 一定要在YouTube这里点选订阅 也记得开启小铃铛 你要收看有分析逻辑 能够跟你领先预告的节目 我们在2月15号星期一 农历春节假期期间还没有开吻盘之前 我们就特别录了这个节目 跟大家分析这个产业大方向 直接跟你分享个股跟策略的部分 那我在当天的节目 跟大家讲这三个主轴 半导体电动车跟5G 半导体这族群非常的大 那你可以先去锁定3DIC的相关族群 那3DIC的族群我在当天节目也跟你分享到 你可以先去注意封装跟IC载版的部分 那我跟你分析了IC载版的ABF三雄 南电包括像星星跟景硕的部分 我告诉投资朋友这三档都是上升趋势的股票 分析这个金融的一个投资评价分析 我告诉投资朋友 以南电这个获利数字来估的话 它虽然是强势股 但是它的空间相对没有很多 那景硕跟星星来讲 景硕的获利数字会超过星星 但是呢股价呢却比星星还要更低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分享到 景硕的金融评价相对很便宜 2月17号的一个景硕 如果你在开空盘之前看我的节目 那在开空盘的当天 其实你有机会去布局景硕的 那景硕开个小高之后震荡 那一路的慢慢往上走 11点半左右锁上涨停板 我想在这个位置不会有人跟你讲景硕 因为景硕当时的一个技术面相对不好看 在月线跟季限之下 这个都是透过产业的一个研究 找到趋势向上的股票 18号星期四 你看到景硕股价 开始追上了所谓的星星 在上周五的一个景硕是收盘新高 那收盘价93块钱 正式的超越星星 今天的一个景硕的部分 最高来到99块钱 而且他是创了最近的一个波段新高 那这档股票 我今天已经请会员朋友做获利了结了 获利了结的相关原因 我在会员影音的部分 在今天有详细的跟朋友们去做说明了 还没有开空盘之前 也是很大方的跟大家分享 电动车我先准备了 这13档的投资名单的股票 我是直接公开分享的三档 国具 雅光 跟金居的部分 金居我告诉投资朋友 今年获利会挑战3.5元 那我的会员一定是提前知道的 因为在开空盘之前 2月1号 我们的会员专区 当时的一个金居收盘价是53块7 那我们就会给会员朋友这样的操作策略 就是说你停损可以设哪个地方 目标区大概设定在哪个地方 当时金居的股价是在50几块钱 那我告诉会员朋友会来到60几块 所以你看到在开空盘之后 金居的盘中是有拉上涨停板 如果你看我节目你开盘 有机会买在60块以下 今天它是呈现创新高的 所以假设你看我节目你买进去 创新高我相信你都是有赚钱的 但是如果你是今天才去追的话 你会刚好追在这个上升轨道的上远 所以你会需要知道它的目标价 我们今天节目主要跟大家讲 你有先高出你才有资金做集中 所以我们的节目都是非常豪爽干脆 有家有量公司我们节目是直接公开分享 没有用小黄帖 去年11月15号我跟你分析这个九大趋势 我直接跟大家点名到说被动元件 当时你是可以去做注意的 我直接告诉你2327的国具 那国具在11月16号 我请会朋友买在396.5 国具从400块以下 慢慢涨到600多块钱 那经过整理之后 国具我在2月15号星期一 跟你讲到车用的一个第二档股票是国具 所以这档股票我们是在节目上 长期的追踪 我告诉投资朋友 国具今年获利预估有机会超过40块钱 那以这个当时的这个500多块这个价格来讲 这个获利数字能够达正的话 它还是有表现空间的 2月17号的国具 开高之后震荡走高 盘中呢 是拉了大概7%左右 最高的到632块钱 那最近行程整理 我在这个周报节目有跟你做分享 这档股票我还没有请会朋友做进场 因为我们有更优先的选择 所以如果你持有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守支撑 那你空手的话 我会建议等一个价位 那这个价位的操作设定 我在今天的一个会影音 也已经有告诉我的会员了 所以持有国具的投资朋友 也欢迎你 可以透过填表或加入我们赖 2月15号跟大家分享这个3019的哑光 在当时呢台北股市都还没有开烘盘 我直接跟你分享到说 今年的获利的一个数字 他会挑战2019年的一个水准 你可以去看当时的一个节目 所以如果你是我的忠实观众 在开烘盘当天的哑光 他并没有大涨 他盘中还有来到平盘这附近 那我当天给会员的抠讯提到说 今年获利会挑战2019年的水准 所以在当时你有一整天的时间 有机会去布局 哑光这档股票 那在隔天18号 哑光的董事长提到说 他今年的获利要挑战2019年的水准 收到这个讯息的激励呢 那哑光在当天是拉上涨停板 那很多人会在涨停板的时候告诉你他有哑光 但是投资朋友 有哪一位同业的节目会像我一样 能够提前跟你做预告 还没有涨之前先跟你做预告 而且我能够拿出会员朋友 实际能够盘中对时对价的一个交易 这档股票在1月29号 我们在76块2这个地方就有去做进场第一笔 当天收盘是74块3 这个是能够成交交易 2月3号在封关之前 我有请会们去做加码第二笔的动作 这个都是对时对价能够成交交易 所以哑光这档股票在18号当天 开高之后震荡一下 然后也是锁上涨停板 我告诉会员朋友 正确的部位尽量要能够做到扩大获利 礼拜五的哑光是再度的拉出第二根涨停板 所以这档股票我们从预告布局到加码到报涨停 很多人在涨停的时候会忍不住卖掉 但是我提到说这个很有可能只是 刚刚发动而已 所以18号涨停这个地方很关键 你没有卖掉的话你可以再报这根涨停板 那今天的一个哑光呢 早上有来到101.5 那这档股票的操作呢 我在今天9点18分 有请我们AI这组会员 在99块钱以上 获利卖出一笔资金 我们去做减码一半的动作 所以发完讯息之后 会员朋友都有机会出在100块这附近的一个价格 那今天的收盘是95块8 我们解码它并没有看坏它 而是跟大家分享到目前这行情的操作 你要去做一些分段的价差 所以如果说你想操作哑光或持有哑光的 下一个买点在哪个地方 那它的目标价在哪个地方 都邀请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如果你没有加入我LINE的 一定要做加入 我们在周二跟周四 会录制一个专属LINE的一个节目 那这个节目它不是公开的 只有在我们LINE主页贴文串才看得到 那老师明天有事情 所以明天的公开节目不会录制 不过明天的一个盘后的一个这个LINE的节目 那我们会去做录制 所以你想要了解到我们对于行情的看法 一定要加入我们LINE 来观看明天的一个节目 加入LINE之后 在对话视窗右上角点选记事本下面 就会有这个影音的连结 综思粉丝踊跃帮我在主页上面 帮我按赞留言分享 给自己有些支持跟鼓励 那如果说你是我LINE的好朋友 2月18号星期四 我当天就告诉投资朋友 这个地方结构已经形成改善 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关键的讯号 星期五的震荡 你可能就不会收到大盘跌200多点去砍股票 那当天我提到我们大数据显示资金在走这个光学镜头 所以当天的大力光呈现上涨 包括像郁金光的部分 后面的郁金光跟大力光这两天都是有延续性的 包括LINE的好朋友 我们都会做一个预告 而且你有机会更早知道 在2月16号的一个星期二还没有开红盘的前一天晚上 我就已经预告说我们准备好这三档股票是在开红盘去做进堂的 分别是二开头四开口跟六开头 那我们在节目上是不是在隔天跟大家做预告 上周四的这个LINE的节目已经有先跟大家验证两档 分别是同心店 包括像领养的部分 那同心店是建议在开盘价以下买 那领养是建议在24.35这个地方买进 所以我们在当时的这个地方去做买进 那当天收盘是收高的 收24.9 那这个是当天的一个穿价证据 那这档股票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 我们的一个会员专去告诉会员朋友 今年获利预估大概怎么样 那目前的目标区怎么设定 然后操作方式我告诉会员朋友 量缩先少量以区间灵活操作为主 所以这档股票我们是先做区间灵活的 所以在今天27.05的这个地方 那我有请会员朋友去把领养做获利了结 从技术面你可以看到他来到前高这个地方 而且他的量是没有出来的 短短几天的时间其实也是有不错的获利 那为什么要卖出呢 在盘前我就有告诉会员了 有两档股票评估空间蛮大的 我们今天就会去做出手买进 不过因为我们会员都有持股档数的限制 那我在周报也跟你讲了 我们各组会员朋友 三档到五档持股已经买满了 所以我告诉会员会有一些减码跟调节股票的动作 然后9点43分我发讯息告诉会员朋友卖出领养 所以在这个地方call这个讯息 你看到在10点17分都有在27.25 会员朋友都有机会在今天相对高的位置 去把领养的部分去做一个出场 那出场我们并没有看坏 就是一个资金的一个挪动而已 那包括在2月17号开放盘 开盘这以下去买同心店 那开盘价是217.5 那其实盘中都有到214的这个价格 那当天的一个同心店的部分是收高的 收在220.5 穿价正确在这地方 627同心店 那开盘之后你看到都有到215的这个价格 同心店今天的一个股价 在这个11点半过后开始向上做一个拉抬 那收盘是232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都是我们按照 策略跟计划去做操作的 我们给会员的一个股票的一个设定 都会像这样的方式 进场参考价在哪个地方 然后目前这股票操作属性 比较适合什么方式 停损设哪里 那今年大概预估赚多少钱 目标区如何去做设定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股票操作 我们都是非常清楚 这张股票我们长期都有跟大家讲 1月14号当天 我们讲的特别清楚 有兴趣可以看当时的一个节目 那重点是你在前面要先去做出场的动作 1月26号我们在230这附近 最后有请会员朋友 把同心店去做一个减码一笔 然后1月27号221这个地方 有去做一个获利了结之股 1月中如果你有先高出的话 这个拉回其实你才有自信去做低接 因为当时同心店跌到205元 2月3号是跟大家分享 你一定要先做减码 你才有资金去买股票嘛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从1月19号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 冯高你可以去做调节 调节哪些股票 2月3号的节目讲蛮清楚的 那我们列举像这个miniLD的负财投控 1月21号在87块钱以上去做减码 这个是在当时的一个减码的讯息一半 这个都是实际的创价证据 然后2月17号开放盘 我是跟大家讲我有警星会没有去买这个miniLD的一个负财投控 那当天的节目也告诉你他目前在一个打底的现行 虽然他还没有马上涨 但是这个产业前景我们是看好的 周泡也跟你分享友达是他的大股东 大股东都自己在买这样的一个公司 所以产业前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外资是持续性站在买方 个股买卖推荐建议 我们只会针对这个付费的会员 那我们节目所讲的股票呢 重点是让粉丝们了解智琳老师透过什么方式 跟工具依据在带会员 提供一个方向给大家参考 那如果你要自己操作的话 盈亏要做一个致富 所以现在数据转好跟大家讲 胜率会提高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那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报告说 我们有请高下跟AI的会员去出手 这样的股票 因为我们有设定两档 那普通会员那一档股票我们想要买 不过因为价格的部分不太合适 所以投资朋友在这里的一个操作 我跟大家讲到 你要去注意富贵50的股票 那投资的相关名单我们都有去做过设定 包括我跟大家讲的这档股票 它今天也是呈现创新高 本益比10倍这档股票 创高之后有呈现震荡 那随时都有机会 再度的一个启动涨势 想布局的都是一个机会 所以邀请投资朋友可以尽快跟上操作 有个股问题可以加入我们LINE 我们ID是小老鼠HNTEC 或者是你扫描这个标签 那加入之后你要传送这个贴图 那不方便来电的话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这里 连选标题 下面会有这个申请表连结 连选连结 右边的表单帮我正确填写送出资料 此股问题你写清楚 我们透过系统的方式 来协助投资朋友 那你可以再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26538299 26538299 感谢你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